第四季节目 第四季节目 他说身体不足 人手的比例不足 罕见病的病友 第一步是要确诊 确诊这段时间 短则三几年 长则十年八年 甚至十几年 都未必可以确诊得到 再有就是确诊了之后 你那个治疗 都可能是得不到及时的治疗 就是因为医生人手不足 例如找一个下午 可能要处理五六十个病人 他想详细跟你看 深入一点点 都没办法 每五分钟看一个症 大家都计算到 一个钟头要看十五个症 所以他没有可能很仔细 问你很多东西 我那个小孩 就七岁 四个多五个月 现在是小学年级 有几次呢 实际无神 很没事的 完全没事的 突然间自己飙了出马路 否则车 能停止的话 我想已经都没了 所以我们也很无奈 做家装 在乘地铁又流 坐着走路又流 它不是流少少 好像雨水般突出来了 流点眼水 我不知道去找哪家眼科技镇 我知道这家眼科技镇 来我那里近一点 就排到二两 二两 六直 排到七十八十九 二零 二十三年 我告诉医生 心脏有点不舒服 主针医生 写子叫我 排期检查心脏 排五年 排五年怎么可以 四五年才检查心脏 当然很离谱 人都绝症了 变成了 有些人是会有这样的心 包括我自己 就是想站在最前线 继续服务香港公立医院的病 要在香港做一个实习医生 首要的条件 你要在外国有一年的实习 跟着你才可以回来考试 才可以做实习医生 考试其实我们就不害怕 但是你要我们在外地 找一个实习期 就现在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我的女儿在英国 就完成了五年的大学 是读医生的 一三年毕业 就做了一年认识 一四年就正式做医生 后来就做了三年 就一七年开始读这个专科 其实有六七年经验的了 希望她也坚持 直到可以就这样回来注册 就做医生 做公立医生无所谓 她都打算是做公立医生的了 可以做文化 就做了五年 就做了个小鸭 就做了个小鸭 制作人 后来说 如果您对我去做 你可以确定 是你第一个小鸭